《海贼王》1007话,光月玉田死而复生,是穿越而来还是他人的伪装? 假扮他的人,或许是这四位角色。 在《海贼王》近期的剧情中,赤俏九霞所在的房间中出现了一位神秘人,这位神秘人在房间里一边帮九霞疗伤,一边在哭泣。 从神秘人哭泣这件事来看,他和赤俏九霞的关系一定是非常深的,否则不可能会掉眼泪。 这个神秘人的身份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猜测,由于漫画中只有一个简单的黑影,因此网友们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。 有的猜是日和小姐,有的猜是光月夫人,还有人猜是爱尼鲁、阿金、绿牛、看十郎等等。 而在近日,《海贼王》漫画最新的《一千零七化情报》也更新了,情报来自于《Talk up》论坛。 在这一话中,神秘人的身份终于是金小了,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这个神秘人居然是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的光月玉田。 这个光月玉田在登场之后就和赤翘九霞打了招呼,说自己很想九霞,没想到九霞现在都变老了。 而赤翘九霞在看到光月玉田之后也是非常震惊,警卫们甚至已经开始流眼泪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我们都知道光月玉田二十年前就死去了,那么他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? 以我的个人分析,这个光月玉田应该不是本人,而是别人伪装的,因为当时玉田在刑场根本没有条件逃跑,凯多也没那么傻不去确定玉田的死活。 在海贼王中,能够模仿他人相貌的能力一共四种。 1. 模仿果实。 2. 动物器换兽种九尾狐果实。 3. 砍石狼的果实能力。 4. 牛鬼丸的变化能力。 4. 在这四种能力中,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排除模仿果实,因为模仿果实需要触摸到本人,现任模仿果实能力者冯克雷肯定没接触过玉田,而且他现在还在推进城。 5. 九尾狐果实应该也能排除,因为这个能力应该也需要看到对方才能模仿。 5. 剩下的只有堪石狼的果实能力和牛鬼丸的变化能力了,我个人觉得堪石狼的可能性更大。 5. 之前堪石狼的死就很蹊跷,他明明实力很强,但是却被九尾中实力最弱的小菊一刀妙杀了,很明显堪石狼是故意放水或者别有内情。 5. 而且堪石狼虽然是卧底,但是他毕竟和九尾一起奋战了几十年。 6. 说没有感情肯定是骗人的,所以这个他画出来的玉田见到九霞的惨状之后才会流泪。 6. 至于牛鬼丸,他有没有见过玉田是一回事,再说了,他只和何松的关系比较好,跟其他人应该不熟。 7. 其实,我也和大家一样,到现在还是一点疑惑。 7. 被田的防转总是让人毫无防备,大家对于黑影的猜测要么是日和,要么往大胆想会是天虐石。 7. 没想到,一下跳出个玉田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7. 难道黑影是时夫人,她和玉田都没死,两人同时穿越,来到了现在。 7. 很遗憾,情报只画出了玉田。 7. 这一点无法证实,但突然出现在赤鞘面前的光月玉田。 7. 让我深感疑惑。 7. 好家伙,杰克要收割残血的赤鞘九霞,正在赶来的路上。 7. 让他对上光月玉田,正好送上门了。 8. 玉田刚好可以用他来热身。 8. 不禁让我再次心疼了杰克。 8. 不是在挨打,就是在挨打的路上。 8. 当然了,眼前令人惊讶的玉田未必是真玉田。 8. 有可能是他人假扮。 8. 毕竟疑变太多了,自己家陈被凯多生成这样, 8. 还有心情开玩笑说他们变老了。 8. 而且玉田的眼魔还在索隆手里。 8. 她手上的刀究竟哪来的? 8. 她的穿住也变得有些保守了,仔细一看,差别还是很大。 8. 所以,我认为这个玉田会是他人所假扮。 8. 而且刚好有三位角色可以变身玉田。 8. 第一位,模仿果实能力者小冯。 8. 冯克雷曾经是老沙的部下,后来气暗投名,与草帽海贼团化迪雷友。 8. 在深海大监狱和陆飞出生入死。 8. 两人结下了身后的优异。 8. 发动模仿果实能够模仿任何一个角色。 8. 第二位,九尾狐果实能力者卡特琳娜戴鹏。 8. 她是黑胡子海贼团6号船船长,是为数不多的坏兽众恶魔果实能力者,同样可以模仿他人。 8. 第三位双月家的泥渡狐。 8. 双月大名的随身狐狸,可以变成人类,说不定也能变成他想要变成的人。 8. 大概就是这三个人了。 8. 好了,现在我们稍微脑洞一下开始分析。 8. 先从最有可能的狐狸开始好了。 8. 双月家的狐狸,牛鬼丸,毫无疑问和双月族一样,忠诚于光月玉田,所以,它变成玉田也不意外。 8. 双鸟们变体鳞伤,已经无法再战斗了,这时候让他们看到曾经的君主光月玉田,说不定能够刺激到他们,促使他们潜力爆发,能够继续战斗。 8. 但这只狐狸好像只幻化成身形高大的桑冰,只是从动物变成人而已,并没有说它具有复制人物的能力。 8. 而且,牛鬼丸向来懂得李鼠,何松等人都是它口中的大人,所以,变成玉田多少有些以下饭上。 8. 冯克雷应该还留在深海大监狱5.5层,或许他有能力逃脱出来,可他压根就没见过玉田,而且他需要用右手触摸玉田,才能变成玉田的样子。 8. 难道此前上一代模仿果实的能力者黑炭木产已经变换过一次玉田,所以,下一代也能成功继承这样的能力吗? 8. 或许他因为崇拜人妖王伊万科夫,再加上他是新的5.5乐人女王,所以他加入了革命军,并且通过革命军的情报一直追踪祝路飞。 8. 黑胡子海贼团的卡特琳娜戴鹏,一开始我认为他最没有可能,但黑胡子,早已顶上玉丽乔亚与和之国这两大战场,他带人前来和之国,是有这个可能。 8. 而且这也符合他成人之威的处事风格。 8. 咽下的赤俏九人已经到了极限,他们看到光月玉田,都被惊讶到了,以至于彻底卸下防备,莫利亚当时就是因为这样,所以才被西流阴了一刀。 8. 但赤俏九侠并没有什么果实之类的东西,没有黑胡子想要的东西,而且黑胡子海贼团这时候进场明显太早了。 8. 哦,忘了还有一个家伙也有可能假棒出玉田。 8. 看石狼虽然被小剧斩杀,但也无法断定到底死没死。 8. 如果没死他可能会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玉田,毕竟他真实的画公了的,画啥像啥。 8. 被田的反转太让人意外了,我个人偏向这个玉田是假冒的,很有可能是双略家的牛鬼玩冒充。 8. 至于其他三人纯属盲猜和脑纵。 8. 当然,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分析和猜测,究竟房间中的光月玉田是不是本人,他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,我们只能等伟田来揭晓了。 8. 最后,你对于房间中的这个光月玉田有什么看法呢? 8.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8.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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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